蓝潭曾有魔神仔作乱 张成功部将从唐山请来虎爷 最终平息妖魔霍乱 2007年蓝潭 红文雄运气不错 一杆下去 便由小鱼上钩 现烤现吃 三个钓友大快朵鱼 突然四周传来声音 鱼上生出人面 一个钓友狂吐献血 一个钓友壮尸而亡 鱼上人面口吐黑烟 回到家中 红文雄直接杀掉自己一家六口 五个女孩和妻子死在当下 玄虎宫虎爷到场 虎爷跡身阿诚正在做法 手中虚化灵符 口中念其法咒 右手轻轻一探 胖面两个拍微电影的小鬼 胖仔和家豪也看得聚精会神 弟子一看 赶紧将两人带到一旁 因为事先电话联系过 便给两个讲起虎爷的故事 而此时警察阿忠 则来找阿诚 原来正是红文雄被捕后 非要来找虎爷 阿诚一脸为难 虎爷久不复身 怕自己处理不了 看着身披皱袍的红文雄 阿诚知道他被魔神载附体 最终决定第二天晚上 怎么行呢 两人对话 也被家豪他们听到 家豪来到医院精神科 接了自己母亲 黄雅慧 家豪很孝顺 想着拿到微电影冠军 带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 出去玩 而学校十周年音乐会 希望雅慧回去演奏 雅慧让家豪打电话给父亲 约他一起前来 而自己丈夫 却让家豪将离婚协议书带了回来 夫妻两个打通电话 免不了又是一通吵 雅慧的精神疾病 正是源自丈夫的不忠 而阿诚因为妻子美龄早亡 则又当爹又当妈 独自照顾着儿子俊凯 深夜 胖仔和家豪来到阿诚这里 准备偷偷录取 砸魔神仔的过程 此时屋内 阿诚他们正在做法 一众徒弟对着红文雄念起法咒 一条青鱼放到案板之上 而后阿诚独自双手结印念动咒语 一把扯下红文雄咒袍 地上思南开始转动 为什么要走 阿诚一把按住红文雄头颅 凶暗现场幻境浮现 黑眼阵阵从头而出 可妻子容貌突然出现 阿诚分神之际 被红文雄一把扼住咽喉 阿诚跌入魔镜 双手背锁 红文雄则埋连青筋抱起 死命猛掐 幸亏众人冲进来 木板打下丝毫不起作用 一把将皱袍裹上 才给阿诚解围 突然 法袍顺势遮住 放到青鱼之上 再将青鱼直接放进油锅 趁着夜色深沉 将油炸青鱼放到垃圾桶中 两个熊孩子看罢 带着设备一探究竟 拿出炸鱼 两人连连后退 鱼嘴之中却吐出一条小鱼 家豪也是上了头 直接将小鱼装到水壶之中 最终放到家中水箱 他将有关父亲的照片 全部装到一起 准备扔掉 雅辉也看到水箱小鱼 家豪谎称是胖仔给到 可殊不知小鱼 借助雅辉的怨念 让其入魔 阿诚儿子夜间做梦 蒙到怪物在湖边吃老虎 看到儿子俊凯话的话 阿诚心里不尽一紧 不免深夜 怪梦连连 敲门声惊醒阿诚 却是阿中深夜到访 原来红文雄突然不见 看守的两个狱警 也中了邪 二人赶紧来到红文雄家中 希望能够找到追踪线索 阿诚一看大厅 是有风水大师布置 来到案发房间 罗盘转动 阿诚俯身查看 床下竟有驱魔的护身黄服 走廊尽头墙壁 阿中却看到晚上插香 回身查看之时 赶紧往外走 可把阿中吓了个半死 赶紧出来抽烟 阿诚说风水竟高人算过 格局俱裁 但魂魄却出不去 而红文雄老婆被杀时 第一时间电话 打给的就是风水师 雅惠在家中练习钢琴 弹奏的是舒伯特的魔王 在琴剑之上 突然发现鳞片 回身却似乎看到了丈夫 难道精神病又犯了 打开门空无一人 刚回身 丈夫凭空出现 恰好家豪回来 雅惠才醒过神来 但本要拿走的丈夫东西 却又莫名摆回家里 实际这全是小鱼 做的妖 阿诚和阿中 根据线索来到风水师家中 风水师年老 已退休回山 只有曾孙女在家 孙女肯定的告诉他们 祖母绝不会害人 更拿出祖母经手的资料 交给阿诚查看 通过风水师写的命盘 阿诚看出 红文雄家不止五个孩子 应该还有一个 得有劫煞的孩子 重新回到红文雄房子 走廊尽头 乡竹共火 看来有人常来祭拜 打开假墙 进到里面 地下室内 一间屋子杂乱不堪 地上又沉淀血迹 墙上秃鸦 也有小鱼 阿诚更是在地上捡到鳞片 一份文件之中 正有红文雄之子 得了鱼林怪病的病例记录 家豪则来到雅慧房间 安慰母亲 回一直陪伴母亲身边 让母亲再去见一下 精神科的医生 雅慧看着家豪送的母亲节礼物 倍感欣慰 打扫起屋子 重新清洗鱼缸 给鱼儿换水 刚把杂物收拾到一旁 回身看时 雅慧以为精神病犯了 赶紧拿出药片吃下 关掉柜子 回头之时 响起声音 赶紧退到房间之内 手持的录影机里是家豪和父亲 以及继母 欢笑无比的幸福场景 没有比这更诸心的画面 雅慧心里的怨念 更加慎重 阿诚和阿忠 蹲守在红文雄家外 深夜时分 果然由老父前来拜祭 原来红文雄儿子叫阿弟 出生之时 正是老父接生 阿弟一出生 就有鱼林怪病 红文雄老婆抱都不敢抱 而红文雄 本就是个性强悍 不愿让这儿子给自己丢脸 便将阿弟 管到这地下室 一晃十几年 可阿弟的病却并未好转 老红是越来越火 自从这夜之后 老父再未见过阿弟 而黄雅慧家中 怨念累积越来越多 搞得儿子也失去耐心 而他皱磨的程度 则逐渐加深 深夜之中 刚按听节拍器 回身之时 自此恶魔 正是附身雅慧 贾豪突然惊醒 来到渔刚之前 循着踪迹来到浴室 拉开浴室帘子 附魔的雅慧 挟气逼人 一步步冲着家豪走来 看着雅慧木讷的样子 家豪也猜出个大概 直接带着小鱼和母亲 来到阿诚这里 肘炮盖上鱼身 阿诚开始释法 一把神香绕头顶 阿诚一把按下 幻象出现 红门熊儿子被杀场景 全都出现眼前 眼看魔神仔法力高强 弟子将小鱼一把拍死 阿诚给到家豪护身符 便要去蓝潭山上弄清真相 阿诚根据阿诚线索 找到了红闻熊 阿诚只得来蓝潭山上 开探做法 一众弟子护右左右 阿诚念出咒语 而黄雅慧也来到学校 演奏钢琴 没想到蓝潭和学校 都成了魔神仔 作妖的场所 蓝潭山上迷雾四起 四难转动 众多弟子入魔 现场一片混乱 学校听众们颤抖呕吐 好似癫痫发作 阿诚左凸右杀 可耐不住对方魔法高强 而虎爷又没附身自己 虎神牌位竟被魔神打翻 亏得弟子用命 才保出阿诚 学校里亚慧则完全入魔 整个音乐会混乱成一团 家豪看着母亲眼睛 也被带入魔镜 幸亏被自己老爸及时唤醒 两处场地一种境遇 搞得阿诚心灰意冷 懊恼不已 回到家中 看到俊凯涂鸦 顿觉事情不妙 儿子说怪物来了 快要抓到自己 家豪也赶到宫庙来找虎爷 原来自己母亲雅慧已经失踪 阿诚则马不停蹄 带着儿子来到父亲这里 请虎爷在此出善附身 原来阿诚因为美玲 患癌症病死在医院 祈求虎爷相助 但是美玲终究生死 因此对信仰产生怀疑 道心不肩 划破身上索文符咒 所以虎爷从此不再附身 这次父亲劝他放下心中之念 重新拯救苍生于水火 阿诚正要离开 儿子俊凯却劝父亲不要去 知道此行危险 要保护父亲 家豪爷来到此地 哭求阿诚带他上山 找回自己母亲 就这样 两人来到蓝潭 阿诚为保全家豪 给到他护身符 带在身上 阿诚挤铲子下去 挖到一个手提箱 里面森森白骨显漏 阿诚正要抄斗着亡魂 父亲的弟子随即包围上来 两人赶紧闪身逃离 幸好家豪护身符在手 才免遭对方毒手 阿诚则被对方缠住 而此时入魔的雅惠出现 家豪赶紧拙一了过去 就在阿诚 要被对方饿死之时 虎爷真身降临 虎啸一声 响天彻地 虎爪一挥 对手倒地 家豪则来到一处荒院 小鱼缸出现眼前 家豪捡起手持录影机 一念之下 却又来到荒宅 屋内正是母亲 养育自己的场景 身受过去 母亲却又消失 看着母亲身影 房门却打不开 家豪直接丢掉护身符 来到屋中 却看到录影机中场景 母亲雅惠正在墙内哭泣 走上前去 雅惠已经魔化 家豪说出内心 对母亲的爱 想要继续陪伴母亲 唤醒了雅惠善念的灵魂 恶魔则和雅惠灵魂交替斗争 恶魔不甘失败 阿诚将众多入魔弟子打翻 却没想到妻子美灵出现 阿诚老爸察觉事情不对 追问虎爷状况 却没想到是魔神仔之母 煞魔神从封印中跑出 要保当年被封印之仇 所以让阿诚引虎爷上山 这边阿诚看到美灵 知道是魔神作祟 搂住美灵之际 虎拳一握 直接去魔 魔神仔在前 阿诚不再顾忌 虎拳当即打下 但就在这时 暮装穿透阿诚 正是煞魔神所为 而此时的俊凯 正是父子连心 阿诚苏醒 面前正是虎爷宿敌 万魔之宗主 煞魔神 俊凯虎爷附体 一路爬下床来 阿诚眼前 温暖的光辉显现 妻子临终嘱吐 历历在目 维护又幼小的俊凯 阿诚自知 绝不能就此倒下 握紧拳头 掰断树枝 直接脱身而出 双手再截法印 双臂金光再现 虎眼神灰 金光闪处 恰是虎爷真君到此 破空一猴震天彻地 一步飞出 直奔煞魔神 魔狗一吃 道高一战 煞魔神灰飞烟灭 阿诚也倒在地上 阿诚和美灵终于相聚 而俊凯则继承一搏 成为虎爷在世机身 警察们收拾后续 家后和母亲安然无恙 2015年新的租户 来到洪文雄家宅 新一轮的魔狱 是否来临